28号的清晨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近两个月来的最大规模空袭 总共有六个城市受害 那么当中来看到在中部城市乌曼造成了十人死亡 十七人受伤 是这一波攻击当中死伤最惨重的地方 另外首都基辅从清晨四点钟左右就响起空袭警报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终于停止 至于在东南部城市蒂涅伯罗一栋房屋被飞弹击中 这里也造成了一名两岁的幼童不幸的身亡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痛批说这根本是一场恐怖行动 也宣告将有所回应 因此春季大反攻看起来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们也来看的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表示 乌军反攻已经准备就绪 只要指挥官一声令下就会动手 目前有很高比例的前置作业都已经备妥 也积极的操作培训新现代武器 而事实上乌克兰从去年冬天就开始准备反攻 还把军医送到意大利受训 也在境内演训如何的清理战场 双方也持续在巴赫姆特基站 在过去一天之内发生了13次的战斗 炮火满天肥 乌军在巴赫姆特遭到猛烈炮火袭击 瞬间倒地不起 尽管巴赫姆特战况依旧惨烈 不过乌军酝酿已久的称计大反攻 早已开始准备 乌克兰军医早在去年冬季 就被派往意大利受训 境内的乌克兰士兵则是在险恶环境积极演练 至于反攻时间表现的指纹楼梯响 究竟何时开始 没人说得准 经过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 已经抵达乌克兰 北约军员也几乎到位 国务军还是认为炮弹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过去几天二战区的盾内刺客 还有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 接连传出遭到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将矛头指向乌克兰 不过这到底是不是春季反攻的号角 乌克兰军方一惯例没有回应 公寓大楼左半边缺了一大脚 被大火吞噬 还有着火的残骸不断从高楼掉下 可怕场景又是因为 二军飞弹来袭 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 女子惊吓中 边哭边自拍 脸上还有写字 手上也都沾上了写机 家里已经满目窗移 但一些邻居家没了 甚至连性命都丢了 警销铺救火势 也赶紧搜救生还者 俄军两个月来最大规模空袭 发射23枚11亿飞弹 尽管大多都被拦截 但还是没挡下乌克兰中部 城市乌曼这一枚 和乌南地涅波罗 另一枚飞弹的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鲁斯基再度痛批 俄罗斯是恐怖分子国家 不过乌军在南部战线有些斩获 不只炸毁了一座 俄军的雷达系统 俄军弹药库也遭到攻击 不过这些可能还只是前菜 乌克兰防长表示 反攻行动才快要准备好了 TVB新闻综合不同 好 战争也让黑帮大决裂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黑帮 过去以港口城奥德萨 作为交汇点 但是战争开打之后 双方不再合作 更可能会进一步改变 全球的犯罪组织形态 我们要请教资深记者 允熙来说明 好 乌俄开战已经一年多了 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黑帮的角度来看乌俄开战 怎么说呢 事实上乌俄之间 以往黑帮是有联手的 经济学人就说 乌俄为中心的犯罪网 其实相当的广 是从阿富汗一路到南美洲 是欧洲最强的犯罪系统 而单就乌克兰来看 他们的犯罪指数 在战前是全球第34名 不过从欧洲来看 他们可是高居第三名的 乌克兰的黑帮有几大犯罪行为 包括了他们跟俄罗斯合作 有一个走私的高速公路 再来他们透过黑海的港口 其实是全球的走私中心 举例来说 尼古拉耶夫港 在战争之前 其实有出口武器到亚洲跟非洲国家 现在自然是因为战争而停摆了 再来乌克兰当地的一些工厂 其实也有生产一些伪禁品出口到海外的 而乌俄的黑帮决裂 其实还有一部分 也是因为这个黑帮 乌克兰这一边都投入战场了 而乌克兰的黑帮也提到说 其实如果乌克兰真的被俄罗斯并吞的话 在俄罗斯犯罪 其实这些人是会被送到偏远的监狱 而且受到狱卒残忍对待 所以这也是乌克兰黑帮 不期待看到的下场 另一方面专家也认为 其实乌克兰黑帮也开始不一样的行为 包括了他们开始协助走私难民 这个针对不想要在乌克兰当兵的一难 其实收费也是蛮高的 再来就是紧接着乌克兰 可能也要开始重建工作了 重建的金额相当的高 也有黑帮上下其手的空间 俄罗斯前线似乎面临弹药不足的窘境 瓦格纳集团透露 如果正规军再不攻击弹药 瓦格纳集团恐怕就要到了瓦解的地步 短时间内将会成为历史 我们要再度把时间交给允熙 好在乌尔战场上 俄罗斯的拥兵瓦格纳集团 一直是给乌军带来不少压力的 不过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普里格金 他在接受战争部落客访问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他说考量目前所需的弹药供给是有一些不足的 因此瓦格纳集团恐怕会瓦解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虽然他讲这段话的时间点 目前并不是能够确认的 但是路透社表示说 这也不是普里格金第一次发表类似的言论了 他就曾经批评 俄罗斯的正规军其实不愿意提供瓦格纳集团相关的弹药 另一方面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也提出说美国外泄的情报里头 就有表示说 这个瓦格纳集团曾经向中国大陆方面来寻求支援 希望能够提供他们武器 但被大陆方面给拒绝了 另一方面 其实这个普里格金 他不只是缺弹药也缺人 所以他也拍影片 想要招募更多的人来加入瓦格纳集团 他甚至提到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了 带着简单家当 整齐列队前进 这群穿迷彩服的俄罗斯新兵 受训后马上就要投身前线 这群士兵清一色望去都是年轻面孔 还有人才刚大学毕业就自愿来参军 不只正规军就连瓦格纳佣兵团 也持续招兵买马 还把创办人搬出来当火广告 普里格金出面喊话要大家加入 看得出俄军人力缺口有多大 然而前线状况却令人堪忧 俄罗斯前线士兵抱怨连连 愤怒表示他们只能待在战壕 面对敌军攻势还只能不断撤退 前线一团遭士兵士气低迷 俄军一架米格三一战机 周三更传出自衰意外 究竟是飞机太老旧 还是俄军训练有状况 但最近俄罗斯军队问题不断 二战区也成为乌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居民站在已成废墟的家园 怒控这一次的攻击 是乌克兰军队发起的 乌军的春季大反攻 很可能威胁到克里米亚地区 然而普钦面对俄军困境 似乎没有想收手的打算 甚至还继续派兵增援前线 他的地面部队比开战时更加庞大 专家分析 俄军训练不足 是战场上迟迟没斩获的原因 国内还没安顿好 俄罗斯现在还要忙着训练白俄 使用核武 练习操作伊斯坦德飞弹系统 另外俄罗斯最近还要忙着 跟其他国家打外交口水战 英国证实已经将一批 平用弹药交给乌克兰 加上俄罗斯国内状况 恐怕已经让普钦一个头两个大 显然英国就是没有在管普钦的警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